我覺得孝順的第一就是 小孩這種事情真的不懂 都現在出來工作 覺得有一點資源 就多一點陪爸爸媽媽 年輕的時候常常工作沒有去很多外地 所以有空就帶他們去看看這個世界 去很多地方 他們開心 我都開心 有空多點陪他們 有遺憾 但是也沒辦法 因為我出去工作賺錢 就是買房子給他們 你要有德有識 Hello 大家好 我是錢嫂豪 我爸爸就是開在香港中華 開這個運輸公司 我父親是一個人生了六個孩子 然後我媽媽是一個人養八個人 她又養一班工人 就是每天都要去工作 媽媽也是跟爸爸出去工作 我們六個孩子都自己回家 就打開這個冰箱 就自己弄菜 自己煮東西很小都是這樣 所以現在我煮東西都蠻厲害的 我很少出來工作了 因為爸爸也連他自己養八個人 還有一間工人 我連水都不好 我連水都不好 所以有空閒的事件 就自己去當兼職 自己去當兼職 自己去找 找一些零用錢 就是這樣 那個時候我大概是 十三歲 十四歲吧 也蠻好的 很少出來工作 就認識外面的世界 可以跟很多人溝通 我跟全家都很皮的 兩個人在家裡弄破很多東西 我爸爸回來了就打我了 所以我們很賴打 所以身手那麼好 他打我 我們就殺 殺 殺 避開了 所以身手就變得那麼好 跟全家 真的 因為爸爸回來了 除非看到我們破東西 打我們之外 都是很少跟我們溝通的 可能一整天在外面工作 很累 一回來了就吃完飯就睡覺 就是這樣 因為以前的人生活比較單純 沒有什麼娛樂 所以他爸爸就生了六個孩子 但是我們都蠻怪的 我們小時候 所以我們去怎麼發展 他都沒有阻止我們 所以好像我 我十四歲去打擂台 他都沒有阻止我 我打第二場的時候 他還到擂台去捧我的場 就是這樣 所以很開心 這樣 他沒有反對我們做什麼 而且我十六歲都不夠的去拍電影 他都很支持我 我媽媽跟爸爸是住了另一個房子 有一個菲律賓公園見過他 有一次他說帶爸爸去看醫生 爸爸 爸爸不知道怎麼 就 迷路了 迷路了 找不到那個 醫生的地方 我媽媽在裡面等 對啊 所以才第一次發現他 開始老退發 現在我爸爸年紀大了八十多歲了 我碰到他每一次都罵我的 他現在還以為我是以前的前小孩 只要幾歲了 靈對靈書 重複又重複那些對白 對啊 沒給他罵 但是也開心的 也開心 起碼他有精神罵你 對吧 我怎麼回答 好 我明天回學校 老理讀書 他都以為我是很醜 都想殺孩子 要有些人退發 我跟我媽媽的感情比較多一點 可能男孩子都喜歡媽媽多一點吧 我成長的時候 我媽媽 小孩 你越來越帥越來年輕 哇 就是這樣鼓勵我 所以我現在那麼子孫 我媽媽喜歡看廣東大戲 所以要有好的廣東大戲 我帶他去看 其實我都不喜歡看 看不懂 三個多鐘頭 但是我陪他嘛 又陪他嘛 又陪他 希望他開心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以前在香港拍戲的時候 八十年代 都是一天拍兩三組電影 早班 晚班 早班 晚班 都很少回家 所以現在就離譜我這個時間 離譜我這個時間 又空了多點陪他們 有遺憾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出去工作 只賺錢 就是買房子給他們 你又有德 又失 對不對 最驕傲 就買個房子給他們 最驕傲 我又痛苦了 哈哈哈哈 這個應該的 除非你沒有住人 有這個能力當然要照顧他們 跟媽媽爸爸上去就多了 因為他們退休了 很多時候我都帶他們去外地去旅行 帶他們去吃好的東西 所以感情蠻好的 我爸爸媽媽現在八十多了 現在不帶他們去玩 怕沒有機會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對啊 所以他們健康 就帶他們去多點地方 在香港最好的酒店 好像迪士尼啊 還有海洋公園啊 帶他們去一天有路 去離島啊 帶他們去吃海鮮啊 就是這樣 我覺得孝順的定義就是 小孩子的事情真的不懂 都現在出來工作 覺得有一點資源 就多一點陪爸爸媽媽 年輕的時候 常常工作沒有去很多外地 所以有空就帶他們 去看看這個世界 去很多地方 他們開心 我都開心 我爸爸三日 我跟錢家那種 盯著一個金牌給他 很大的 送給他 那麼大 爸爸很開心 送金給他 送黃金給他 你送黃金給我 我們都開心了 媽媽 房子 送黃金給你 你都喜歡 送黃金給你 其實我們拍戲 真的很忙 基本上 沒有什麼時間 陪他們 唯有就是 從這方面 去盡量 滿足他們 基本上 我們兄弟姊妹 每個人都很靠近 對 有時間我們一帶 對人一起吃飯的 我希望一家人 多一點吃飯 維持這個感情 對 外面的世界 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是怪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感性 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